大家好 我是Kini 出生于台北 现在任职于日本大阪的影像制作公司 今天我和同事台北出身的 现在居住在东京的台湾人气小说家张维忠 一同造访了日本兵库县的淡路岛 今天除了享受淡路岛的自然美景之外 还要探访全日本最古老的神社 探访日本第一古老的神社 兵库之旅 来到这个淡路岛公园 真的觉得景色非常漂亮 尤其是我们现在 我们来现在的这个季节是春天 春天 所以整个都非常春意盎然的感觉 看到整片的那个像是花海的感觉 觉得完全不输给台湾人非常爱的北海道 真的喔 所以喜欢北海道那种大自然的草原 花园的感觉 一定也会喜欢淡路岛花园 真的耶 那听说淡路岛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 听说有个什么古代的传说 对不对 古代传说嘛 对 这就是今天的重点 重点 对 没错 其实淡路岛是日本第一个诞生的岛 诞生的岛 对 然后除了第一个诞生之外呢 还有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也在这个岛 神话故事当中它是被最早被诞生出来的一个岛 当然要猜其他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岛上因为最古老 所以最老的神社也在这里 最老神社 对 等一下它其实有个故事呢 带我带我到微微岛 到那边再告诉我 我现在带你去这个神社 喔 再慢慢跟你讲个故事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到了到了 我们接着 就是它 所谓最古老的 对对对 来就是这 伊壮诺诺神宫 伊壮诺神宫 这间神社与我刚刚说的传说 有相当大的关联 也与日本列岛的诞生关系匪浅欧 这个传说在日本的古世纪 与日本书记这两本历史书上都有记载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两位名为伊壮诺尊与伊壮冉尊的神明 这两位神明结尾联礼后 生下的第一胎就是淡陆岛 之后陆陆续续又孕育出许多岛屿 最后生下了本舟 日本列岛就成型了 据说伊壮诺尊在此地度过余生 也因此才有这个神功的存在 了解 对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是夫妇嘛 对 对 然后就也生了那么多岛 对 所以呢 这边就是什么结良缘 然后什么夫妇圆满 等于是婚姻美满的 婚姻美满的 祈求姻缘的 对 或是什么生小孩 祈求可以顺利生小孩那种的 对 就是祈求恋爱成就的这种神色 对 就是特别有名这样的 原来如此 对 所以我们不是夫妇还是什么的 但是我们可以各自寻求自己的能量 对 寻求我们自己的 来充电一下 我们已经快没电了 那边就是正殿 我们去参拜吧 好啊 好啊 过去看看 对啊 为了我们幸福的未来 走走走 然后参拜完之后呢 一定在这个神宫飞来不可的一个 飞来不可的一个爱情能量基地 就是这里 对 看到这一棵 一棵树 不对 是两棵 合在一起的树 对 就是叫个夫妇大南树这棵 对 非常非常壮观 壮观很大 对啊 很大对不对 这个树 你看那么大 它树林其实是九百年 九百年 九百年 你看这个 对 它原本是两棵树 原本是两棵 然后后来就连在一起 就结尾连离了 所以就说是两棵有缘分的树 相合在一起 象征着这个亲人两个人爱情顺利的感觉 对 没错 难怪成为爱情的量之地 对啊 很厉害喔 对 对 其实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传说 就是在日本有很多的关于天然的 比如说像这种树木 就是跟 比如说神明这种神话 日本的传统文化做了一个结合 那因此其实 表面上其实好像是日本人对于这种 神明的祭拜祭祀 有种宗教的信仰 但事实上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好像也是对大自然的尊重跟保护 对对对 真的 他们觉得什么事物都有神明住在里面 所以他们就对于东西特别的爱 对 所以就是 不随便破坏 人类跟自然在日本的文化当中 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结合 对对对 这确实是 我觉得一个蛮神奇的 很特别的文化的一个传统 一种精神 对对对 所以来到这个爱情能量之地 我们应该要充电一下 对对对 好快 快充电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 对对对 充保健人 我们就可以很开心 离开这个神功这样 对